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建筑有着独特的风格 布达拉宫、大昭寺、扎什伦布寺 这些著名的建筑都令游人印象深刻 不过在西藏的日喀泽有一座寺庙 却和一般藏族建筑有所不同 带有强烈的汉地色彩 这就是夏鲁寺 那么夏鲁寺的建筑 为什么会同时兼具汉藏两种风格呢 在中国西藏日喀泽市 丧珠兹区下辖的甲措雄乡 有一座古老的寺院 这就是夏鲁寺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夏鲁寺每年都会迎来无数游客 而每一位来到夏鲁寺的游人 都会被他独特的建筑风格深深吸引 因为在这座寺院中 佛殿的墙体和布局 虽然仍是藏族传统风格 但屋顶却采用了汉族地区 古代建筑中的重沿歇山顶 那么夏鲁寺为什么要在藏族传统建筑上 加入汉地元素呢 让我们先从这座寺庙的建立说起 夏鲁寺始建于公元11世纪初 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 其创建者是一个名叫 戒尊西饶迥乃的人 西饶迥乃出身的戒士家族 在西藏历史上很有名 他曾经是今天西藏阿里地区的王族 土国赞扑孙藏单部统一西藏之后 戒士家族成为土国的贵族 深受土国历代统治者的重用 土国王朝灭亡后 戒士家族一度衰落 据说在历史上 戒士家族管理的百姓曾经发现 vetгоer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z 推荣 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历史上 夏鲁寺所在的地区曾经是棉土和下游河谷地带的商业重地 相传还曾是土拨的十大商事之一 非常繁华 因此 到元朝建立之后 这里就成为元朝在西藏设立的十三个万户府之一 而夏鲁万户府的行政长官夏鲁万户长则由土拨末代赞普朗达玛的后裔担任 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 夏鲁万户长将自己的女儿马九坎卓本嫁给了元朝帝师巴斯巴的弟弟恰纳多吉 不久 马九坎卓本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就是后来成为元朝第三代帝师的达玛巴拉 达玛巴拉和夏鲁万户长一家的关系很亲近 因此 当他十四岁前往元大都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觐见元氏族忽必烈时 便请求忽必烈对自己的舅舅予以褒奖和封赏 听到这个请求 忽必烈立刻答道 既是上师的舅舅 也就与我的舅舅一般 应当特别照应 此后 这个家族便被人称为古相 意思是舅舅 而继忽必烈之后 元朝的皇帝都对古相家族礼遇有加 元仁宗不仅赐给古相扎巴奸赞世代掌管夏鲁万户府的诏书 而且还赐给他三尊金银制成的佛像和数百定金银 作为夏鲁寺的主要支持者 扎巴奸赞正是用这些金银 对夏鲁寺的佛殿进行了维修 并雕塑了很多佛像供奉在寺院中 如今 在夏鲁寺中 我们还能看到这些诞生于元代的精美佛像 他们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元朝中央政府对夏鲁寺的重视 在历史上 夏鲁寺历经多次维修和扩建 其中一次就发生在公元十四世纪 而关于这次重修 历史上说法不一 其中 比较具有戏剧性的一种说法是 公元1329年 当时的夏鲁万户长正奉赵前往元大都觐见皇帝 谁知此时在他的老家夏鲁地区却爆发了一次特大洪水 夏鲁寺在洪水中遭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于是皇帝立即下诏赐给夏鲁万户长大量钱物 让他赶紧回西藏重建夏鲁寺 很快 夏鲁万户长从内地请来了大批汉族工匠 公元1333年重建工程正式启动 在汉族工匠和藏族工匠的协同劳作下 一座崭新的寺院就这样出现在了世人的眼中 重建后的夏鲁寺规模更加宏大 汉藏结合的建筑风格在西藏的寺院建筑中 也是独树一帜 极为瞩目 那么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夏鲁寺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而在这座古老的寺院里 还有哪些珍贵收藏呢 夏鲁寺的主体建筑坐西朝东 共分两层 底层 本来有什么意思 可是小天主地建筑 就是现在展古老的寺院 但是这两个大理由 就是你 会有这些这个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290年,他从小跟随父亲送读佛教经文,被称为神童 19岁时,布顿在佛学上的高超造诣已经生名远过 到了1320年,30岁的他成为享誉西藏的高僧 而就在这一年,夏鲁万户长扎巴奸赞正在为夏鲁寺主持空缺一事而烦恼 为了振兴夏鲁寺,他专程派人给布顿送去文书 邀请这位大师来担任夏鲁寺的主持 布顿接到文书后,欣然答应 担任夏鲁寺主持期间,是布顿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他在寺中讲经说法并撰写了大量佛教著作 对藏传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元1333年,在夏鲁寺的重修扩建过程中 在艺术上也颇有造诣的布顿 还负责了寺院的设计和规划工作 公元1344年,元顺帝特意派使者邀请布顿进京 但布顿蜿蜒蜒谢绝了 他开始着手对当时并不完善的 纳唐版、甘珠尔和丹珠尔进行全面修订 而布顿不但修订审阅了 纳唐版丹珠尔中几乎所有的经文 还以此为笔本,增补了一千多部经文 当时西藏各地各教派都派人前往夏鲁寺 协助布顿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 修订后的丹珠尔成为藏传佛教大藏经中 丹珠尔部的刊定本 今天在夏鲁寺错清大殿中的经堂里 就珍藏着布顿修订过的甘珠尔和丹珠尔经卷 以及印制经文的经版 而在担任夏鲁寺的主持期间 布顿开创了一个新教派 这个教派也被称为夏鲁布顿派 当时的夏鲁寺汇集了来自西藏各地的求学者 这些求学者和寺内常驻僧众加起来 人数甚至多达七千余人 夏鲁寺的兴盛 使得夏鲁地区对尼塑佛像和供佛用的金银铜器的需求量 也大大增加 相关的制作技术不断发展 最终成为当地著名的传统手工艺 如今夏鲁寺的僧人只有几十人 但那些融合了汉藏风格的古老佛典 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 和代代相传的手工艺 却见证了这座寺院曾经的鼎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